ZipRash除了高面数的细节雕塑功能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LowPoly的建模功能 我们要来看这个部分 首先又来了一个PolyMesh3D 按T进入Editor ShiftP打开地板 按Shift打正切到Y 这样我操作上比较习惯 这个我们在之前用过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木模式 这里面有其他的模型可以选 我们在这里建一个PolyMesh3D 请你到Initialize 这里我要把它换成QCube 这里有六种形式 QCube预设是2x2x2 Segment2x2x2 所以我可以打开Segment的显示 按下X键开启左右对称 好那就会看到这样的形态 那它的编辑笔刷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Standard这里做一些编辑 不过这个面数这么低 编不出什么名堂 它的编辑笔刷是B Z M 这个ZModeler 好 ZModeler呢 本身有三种面板操作 在面上面按右键或者是Spacebar 面的指令 Polygon指令 Edge上面按是Edge的ZModeler指令 点上面按是点的Point的Action 好 所以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操作 那首先呢 预设呢 ClickDrag就是一处 直接就一处 ClickDrag就是一处 那如果你一处的很长 中间要加Segment呢 ClickEdge直接就可以 它就加 然后你 啊 有 数位比不要离开 好 就左键不要放开的状态下 就可以直接定义位置 好 那我把Perspective打开 这样看起来比较 顺眼一点 不会奇怪 好 好 那我们也可以也可以按 Auto选面 Auto选面 然后一起涨 好 Auto选 他会记得你最后一次的Extruder 所以你click一下 他就会记住刚刚那个 那如果你按着Auto选 按着Auto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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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click一下 他就会记住刚刚的高度 做城墙好像蛮好用的 好 好 那 除此之外 他的主要的操作面板 其实都在 那个Spacebar或右键 我现在选面 选Delete 好 那我删掉这一个 删掉这两个 好 然后另外呢我也可以使用 按住不要放 选面 我现在用Bridge 连接 Bridge呢有 两个做法 一个是 两个point 或者是 connect 就联动的point等等的 那我现在要用的是2point 2polygon 先做 这两个动作待会我们来看 先看2polygon的Bridge 就点一个 点下一个 好 Bridge 很单纯 好 这个 这边的操作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 点A 点B 好 接起来 好 那 然后呢 呃 这里呢是破洞 破洞就是 我们在Max里面是Boulder 那在这里是 呃 就是 Edge的洞 那如果你要看到双面显示呢 在Tool 的 Display Properties 里面 可以开启Double 那就可以看到 双面显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Edge的 面板 好 Edge呢 我在这边我也可以选择 呃我现在是Insert 但是我要一次Mati Edge MatiEdge 我预计要一开始就是8 还是多少 还是手动控制 这边呢是手动控制 这边是固定数字 那我现在用手动控制 所以我click以后 滑鼠 上下 那我可以控制 多少面 好 那我们或者呢 呃我也可以指定一次就是8 好 好 那当然记得用完 行李回到 呃 就是 咳 旧的 现在 哎 这是Polygon Polygon回到QMesh Edge回到Insert Single 就是 回到原始的样子比较安全一点 好 好 那另外呢 这个的Bridge 也可以接 我们也可以这样Bridge 好 那他所使用的是 Edge的Bridge Toolhole 两个洞 那这两个洞我现在是平行 所以你不能直接接 呃我需要导圆角 最佳化 最佳化 让他自己计算 好 就这下来 click click 好 长好了 这就是他的 呃 两个Edge的导圆角 好 那所以其实 如果是Polygon 那 他有一样的 操作 好 一样的操作就是 导大圆角 导小圆角 interactive的还是要有设定的 那我现在要interactive的 那我现在要interactive的 所以我可以选Polygon 我选Polygon 糟糕他熬进去了 他现在的算法不一样 好 那选到Edge 看一下 确定一下Bridge 2Polygon 那这样如果是2Polygon 他就只会是这样子 就这样接起来 好 所以应该还是要挖掉 Delete 好 然后 Edge Bridge 那我们改成interactive的 看一下 动 加 动 然后滑鼠 左右上下 那我就可以控制 再形成一组 打脚结构出来 好 那基本上呢 所有的 他所有的这种操作呢 都是 在Spacebar的面板里面 好 呃 说 好 好 然后走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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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好 那我就做了一次 一起insert 一起insert 因为我 我选的选项应该是 相连的 面上面选 好 呃 相连的面他就全部一起做 所以就产生 有insert 一起polygon 所以就会变成 像刚刚现在这个样子 好 好 那 回到 那我把它回到QMesh 好 那edge回到 insert 就是这个原本的样子 那如果要打动 在这个状态下 打动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拉到 他只要穿到 穿过了 就打动 穿过了就打动 呃 遇到了 就连接 所以这样子也bridge 好 呃 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个方式做 低面数模型也是可以 那 当然在 操作的时候呢 其他的笔刷还是照样可以用 好 就是 你要move 好 一样造移 就是把它当做是 它就是一个低面数的物件 然后其实你是抓着点 在位移 一样可以编辑 与控制 好 这样 这些笔刷一样可以用 好 那我也还可以再回到bzm 好 主要的参数 全部在这边 每一个你都 这个必须自己去练习 我没有办法一个一页的介绍 好 塔利杠你要做什么事情 他做的 呃 他你想要抓的标的是什么 然后需要有哪个条件执行 执行以后他有什么参数选项 一层一层下来 好 好 那 H也一样 啊 啊 好 比如说你要移动H也可以 好所以 而且这个其实蛮 乱可以乱移动的 所以 还蛮自由的啊 如果要用这个方式做low party是ok的 好 咳